宫请,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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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总告,至心归命理 道宝经宝师宝,玉清上清太清 仪器流行,三清硬化 寒冠默默,不言而善韵四十 正色空空,无疾而化生三境 大罗天上,金雀宫中 虚无自然,三清三境三宝天尊 玉皇上帝,弥罗宝告 至心归命理,太上弥罗无上天 妙有玄真境,淼淼紫金雀 太唯玉清宫,无疾无上圣 阔落发光明,吉吉号无宗 玄范总十方 战吉珍长道 挥墨大神通 太皇大天尊 玄穹高上帝 太上虚皇天尊 四十九章经 本卷 立功章 第一 天尊约 樊玉修道 建功为先 是以诸天上帝 诸天高尊 诸天真人 诸天神仙 显以功勤超胜真位 诸天既功而为品格 激功满迁 行神俱仙 功不及迁 行灭神仙 功及赵民 玉清之宾 凡退为先 仙化为真 真人无碍 动和自然 肖则为弃 习则为人 神通自在 变化无形 飞行三界 出幽入明 无习在世 历史之功 无有天中 诸天奏功 一切众生 闲怨即拔 心不退转 自得真道 斋戒章 第二 天尊约 斋戒者 道之根本 法之金粮 紫玉学道 清斋奉戒 念念正真 邪妄自民 一切众生 舍清境遇 单是昏山 而以触法 譬如恶鬼 但时死尸 火烧鸡肠 无有饱满 又如迎虫 争夺臭腐 妄为山香 而以触法 三宫混浊 六腹不敬 尸破心肠 恶于死地 此当歌是玉根 入侵静静 无作诸苦 无造诸恶 无生诸剑 无起诸邪 此观戒闻 如是法律 欲有所犯 聚今目行 此于戒闻 精益奉持 凛然在前 如对所谓 秉心正言 灭一切想 地听不二 可会正真 事无弟子 事本来章 第三 天尊曰 虚无自然 道所从出 真一不二 体性战然 圆明自足 不堕诸剑 远离尘垢 学无所学 修无所修 于中了然 不去不住 不取不舍 无乐无脑 无死无生 无骨无筋 事真解悟 观诸形象 等皆虚空 灭除是患 体和自然 善应章 第四 天尊曰 人有一善 百神俱态 人有实善 私命处算 人有百善 东华著名 人有千善 福吉七祖 死魂为先 万善祭备 玉福下营 千神来朝 白日登陈 法力能汉章 第五 天尊曰 子之悲人 不能悲身 地水火风 甲河四大 山土为气 脱聚火中 而得坚固 子身由气 法由聚火 能汉子身 成不坏值 基善为宝章 第六 天尊魏妙行真人曰 子登宝山 周行左右 万宝纵横 无不可爱 当下山计 能物直呼 妙行真人曰 不知已归 世未自弃 天尊曰 善灾 人生于世 如在宝山 种种善缘 皆为宝也 自不造善 当来离世 是由登彼宝山 空手而归 不知已物 后无悔乎 除构章 第七 天尊曰 子行不敬 受诸染拙 机构于身 必思早见 心构不敬 六根所染 福思其患 滋为迷惑 事故身构不敬 以试水洗之 心构不敬 以法语洗之 六根清净 表果冻明 无毫法染 方造无为 魏道章 第八 天尊曰 子之实密 便口皆甜 舍有余味 魏无之言 有甚于事 断音元章 第九 天尊曰 一切众生 从音生音 从缘生缘 以音缘故 结诸烦恼 成无量业 堕于生业 轮转不穷 如浪中欧 几成几坏 耳需了悟 本来皆空 自生诸剑 自着一切 种种眷属 是烦恼根 与劳欲等 死心不悟 如大罪人 无始亦来 身被致富 无有解脱 无今未辱 灭前后阴 断一切缘 是阴非阴 是阴非阴 不阴不怨 湛然常定 无去无来 无理无拙 一切解脱 超出三界 自心章 第十 天尊曰 一切男女 于三宝前 鸡首归命 洗涤够会 令心递净 悔过自心 事物复躁 可以为无弟子 岂有男女 处世亦来 于三宝前 内省于衷 无可忏悔 事无真弟子 不诗章 第十一 天尊曰 有余而诗 非难不足 诗之为难 诗所不遇 非难诗所 甚爱为难 一切诸福 皆自欢喜中来 一切不失 生欢喜心 一切财宝 众生性命 或施以物 归陷三宝 或施以法 觉悟一切 种种善果 福报无边 勤行章 第十二 天尊曰 知武道者 父不能行 行武道者 父不能久 难止于道 知而能勤 久而不待 如渡沧海 日求灼岸 忠使若依 道为子德 炼会成真章 第十三 天尊与妙行真人曰 子未生时 混混顿顿 本无一物 视听不得 与真常会 无有名相 孰为妙行 无今未辱 就未生理 种种形象 俱为患甲 倦此换身 与我为类 譬如铸剑 锻炼子慧 使剑金刚 永烈无志 当成妙器 演化章 第十四 天尊为妙行真人曰 从无道者 世明善业 离无道者 世明恶业 太上利得 其次利功 其次利言 成有等差 同归于道 一切众生 颠倒妄想 造地欲行 不自觉知 永跃向尽 投于爱河 辱为众生 敷衍教法 其方便说 而为皆引 当得福报 同正无为 真成章 第十五 妙行真人问天尊曰 何者名为真人 复修何道 获正慈果 天尊曰 经心苦行 绝世所欲 不兴妄想 无有染拙 恋行化气 恋气化神 恋神何道 体入自然 脸万法归于一身 以一身而挂万境 不智有无 永绝生灭 世明真人 三圣等差章 第十六 天尊曰 莫学之事 目不忘事 耳不忘听 心不忘之 禁曰一切 敏觉万态 以至于道 智学之事 事无所见 听无所闻 心无所知 动无所逐 以观众妙 大圣之事 无见而无不见 无闻而无不闻 无知而无不知 内外动然 达比无间 故能参与咒 而由无尽之欲 以言劝善章 第十七 天尊曰 赠人以财 不若赠人善言 黄金虽贵 用之则穷 善言于心 终身为宝 一切神仙真人 皆已无上要言 得成道果 此能持事说 普告众生 令得奉行 祸福无量 苦乐先后章 第十八 天尊曰 学道之事 断诸爱欲 却绝肥仙 常摘青丝 言味至道 视为苦中求乐 能知其乐 不见其苦 一切众生 贪恋荣华 迷惑生涩 四情纵欲 造诸快乐者 事造诸苦 无道苦而后乐 众生恶而后苦 无今告子 当明甚知 不二门章 第十九 天尊曰 无道无亲书 无眼无贵贱 一切众生 皆已等官 有善性者 与成其善 有道性者 与正其道 若有所则 事有二门 不杀章 第二十 天尊曰 子欲学无道 甚物怀杀响 一切诸众生 贪生惜绝死 我命及他命 甚物轻与笔 口腹乐甘肥 杀戮冲淡时 能怀侧隐心 想念笔经部 故当不忍诞 以正词悲行 清静章 第二十一 天尊曰 学道之事 以清静为本 常斋秒思 孝勇太无 观诸邪道 如赌愁愁 远诸爱欲 如碧臭惠 除苦脑根 断亲爱缘 明明浊海 自得境界 如白莲花 生淤泥中 亭亭出水 不受污染 五脏轻移 三田华素 太玄真人 自语自临 不忘章 第二十二 天尊告妙行真人曰 大圣法可出三界 如步行无道 即是以我为妄 无以不妄 故得正此 故信者心之宝 一切真人 皆以信心 得成道果 慈悲章 第二十三 天尊曰 如等众生 以慈悲为本 赌一切物 常行不忍 世人痛苦 如在我身 当愿救护 普令安乐 一切众生 以于吃故 献诸罪苦 而不救拔 等事于吃 常行大悲心 自成无上道 万法归一章 第二十四 天尊曰 万派之流 同归于海 万法分云 同归于道 众生执着 自生分别 当有缘通无和 一贯注意 断慧卓章 第二十五 天尊曰 一切众生 皆自慧卓中来 赴以慧卓而往 有能清静信 无戒言 不受染拙 断除杂想 即得出离卓浪 入我法门 无去无来 永超尘洁 洗心章 第二十六 天尊曰 六根不净 当洗其心 心不受够 自无诸惠 故心为载观 统欲一切 降伏其心 犹欲猛虎 如有纵态 反伤辱身 正真章 第二十七 天尊曰 学道之事 清虚而容 非整为而祭难 慈向万物 灭读恶想 观一切众生 如我眷属 有饥寒者 念语衣食 有疾病者 念语医药 有冤愁者 念语解释 如是慈悲心 种种不可量 当来及后事 正比真人行 才为换本章 第二十八 天尊曰 财为患之本 聚财为聚业 财为爱欲根 能起一切罪 若以财非财 时可入道境 至言朴润章 第二十九 天尊曰 一切众生 千余情爱 如岛蒙火 弥得修习 从少至老 无字之绝 无言如甘露 能撒一切 使其心地 自得清凉 忍辱章 第三十 天尊曰 人者身之宝 甚物与人争 一切诸魔来 无以忍作圣 不与群魔境 来者自反歌 损人还自损 我时得安静 一切诸真人 皆以忍辱故 造福田章 第三十一 天尊曰 人生仪世间 譬如电光速 婴儿化老茂 疏忽春梦中 勇猛尽于善 自己悲不及 处世无福田 明目何所事 正念章 第三十二 天尊曰 自心无邪念 一念彻虚空 一切虚空中 皆有圣与贤 常坐平等观 勤修无上行 自见虚无老 久久入大圣 初有无章 第三十三 天尊曰 众生迷惑 妄见诸有 无道本无 有诸众生颠倒 妄见诸无 无道义无 非有非无 即有即无 做事结者 能超一切 诗言无罪章 第三十四 妙行真人 问天尊曰 何者不诗功德 最重 天尊曰 以无言诗人 功德最重 妙行真人曰 处事何物为宝 天尊曰 无罪于身 事为至宝 随缘受报章 第三十五 妙行真人 问天尊曰 宿命因缘 可以知否 天尊曰 辱思见识因缘 则知宿命因缘 辱修见识因缘 则知来识因缘 一气无偏阿 所重还自生 执子经及根 何有望千林 大吏章 第三十六 妙行真人 问天尊曰 世间合力为大 天尊曰 慈悲之力 最为广大 慈悲之心 能化一切 慈悲之行 能服一切 恶者无与争 抱者无与抗 所向无敌 视为其力 广大无边 戏道章 第三十七 天尊卫妙行 真人曰 子欲学无道 口无是非言 心无人 我相 身不受染拙 方弃无为道 众生俱幻化 剁笔色向音 虽之乐是苦 一念了无为 心起优乐章 第三十八 天尊曰 子物包或心 损害于一切 众生出味觉 神明昔以之 为人还自为 亡彼还自往 天堂及地狱 一切由心造 道法章 第三十九 天尊曰 无道由聚火 取之无穷 随其所语 能认赎一切 无法等全员 能灌溉枯稿 润则一切 子身障脑 自语道为 入妙章 第四十 天尊曰 入我法门者 学至于无所学 行至于无所行 了至于无所了 是未入众妙门 动观无碍 众生执着 妄就忠实 自为造于最盛 是由妄见诸色 去华章 第四十一 天尊曰 清静者 道之本 荣华者 道之央 子物增淡薄 世中有智慧 鱼吃炼事欲 泪鹅头火光 不知其为害 已至于灭亡 同好恶章 第四十二 天尊曰 子慎无以忘 狂祸诸众生 勿怀独恶心 阴谋诸一切 以身辟他人 好恶缘无益 能作识念者 可证无上道 先识后诗章 第四十三 妙行真人问天尊曰 博为圣王 以能利益一切 就拔众生 无有厌倦 念念相音 故能成真 若负友人 能作试念 当之果报无差 天尊曰 辱物轻用 勤修其行 始终时有 见道之源 自然流失无尽 超色相章 第四十四 妙行真人曰 圣王妙相 七十二相 腹九色光 诸天仙人 以示赌天尊也 弥补赞善 恭敬礼拜 胡上昔有 天尊曰 我以非色 辱妄为色 我以非相 辱妄为相 一切出地 以肉眼固 不能动观 若以九色七十二相观我 即是离无卓友 不可与闻无上之意 一切是道章 第四十五 妙行真人问曰 一切有目 可见诸色 至于唯妙之法 不可得见 天尊曰 无道尤日 光明普照 种种色相 人始能别 废日之光 有目觉世 子慎为道 无负忠措 永觉学道章 第四十六 天尊曰 学道之事 甚无二心 断绝尘染 歌器爱缘 心如寒灰 灭除猛烟 苦身力行 祸难不顾 如始一发 往而不回 无保子身 必得道真 我解章 第四十七 天尊曰 学道圣南 鬼神魔王 拜人成功 但与其死 不喜仙道 此将道成 父有诸天 先人 来世耳身 先人之来世也 或是以所欲 或是以所不欲 或是以所难 或是以所谓 皆于心之所不悟 以之所不造 也是之 过者诸天宝举 魔王奉迎 是未得道 一心向道章 第四十八 天尊曰 上是贪善 下是贪财 一切众生 咒不能洗 也不能寐 为律或财不足于身 此意其心而学道 安有不得已 免行章 第四十九 妙行真人问曰 学道甚苦 如负重登山 可艳而止 天尊曰 子免于钱 祭登绝顶 祈苦一席 俯侍一切 皆为苗也 太上虚皇天尊 四十九章经 终